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歌德说这个世界多么轻易地抛弃我们 是我们无助 孤独 他总像太阳 月亮和诸神那样继续走他的路途 陈子昂说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创然而涕下 尼采说 你走上达到你的伟大的路 现在临于绝地 便是你的最高的勇敢 面对茫茫宇宙 唯有人具备了发问的资格 这资格导源于认知的能力 这能力又导源于多疑的天性 于是 一切学问均从这一问开始 所以 亚历士多德曾说 古今来 人们开始哲理探索 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精益 可从来没有人再深问一步 人为什么会有所精益 或者 人为什么会生性多疑 天下万物 一概用不着生出疑问 它们照样都好端端地存在着或生存着 何以唯独人类必须边问边活 这个问题是属天下第一重要的问题 因为它实际上是在问 人是什么 从公元前五世纪 古希腊德尔菲神庙石壁上 镌刻的名言 认识你自己 到十九世纪音像派画家保罗高庚 在他的一幅名作画题里发出质疑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到哪里去 我们是谁 都是在不懈地纠结这个问题 然而 如果只停留在人的字身上兜圈子 这个问题则永远也不会得出答案 因此 从人类文化的源头开始 追问的形式始终呈现为另外一种问法 即人类究竟处在自然界的什么位置上 也就是说 此一问题历来构成人类文化与思想的核心 甚至可以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 都是在直接或间接地探讨这个问题 基于此 它自然会表现出两个特征 第一 但凡与这个题目比较接近的学说 哪怕它原本纯属一个专业论题 总不免扩散成一种普世观念或流行思潮 第二 它的结论似乎总是不确定的 动荡摇摆的 但大致方向一贯趋于下降 结果把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弄得越来越沦落 以下来看事实 人类各种族最原始的文化形态 统统都是宗教 也就是以神学的方式理解世界和自己 在这样的一个分外粗糙的逻辑系统中 人的自然位置反而是最高的 因为从图腾拜物教到人格神拜灵教 神变得越来越像人了 而且除了屈尊于这个虚拟的神明之下而外 人的地位高居于万物之上 在天地之间带行神的权威 并理所当然地自视为万物的主宰 这种思绪蔓延绵长 迄今仍然处处可见它的遗存 随后进入哲学时代 科学在哲学之下萌生 神学在哲学之上笼罩 于是即便换了一种较复杂的混合思维方式 人的地位仍然与神同在 它的典型的代表就是托勒密的地心说 按理说托勒密的理论模型 纯属一个专业课题 它的著作名叫天文学大成 其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科学观察和发现 它本人堪称是当时最合格的天文学家 数学家和地理学家 这样一种高深的学理 后来竟成为西方世界的普世宇宙观 不能不说是由于它直接触及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这个极敏感的问题之缘故 再后来是开创了近代科学相合的哥白尼 他的日新说专著天体运行论 仍然是一本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作品 但对人类的总体影响 却着实有些异乎寻常 布鲁诺和伽利略先生 先后受到他的思想连累 科学化的洪流从此汹涌澎湃 其实他的理论并不是很正确 他那完美的圆形轨迹模型 以及太阳变成了宇宙中心的雾坛 都属于十分严重的瑕疵 因而很快 他就被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心理论所取代 然而 他的普世性影响 却是很少有人能够避肩的 原因在于 他是第一个把人类从接近于神的高度 拉回到普通行星居住者的位置上来的人 这一举 使人类的自然地位大幅度沉降下来 1859年 达尔文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艺术 这是一本纯粹的生物学专注 相信不会有多少人真正通读过他的大作 可由他引起的不安和轰动 简直足以与任何一位宗教创始人相提并论 之所以会如此饶嚷 该由于他把人类的自然位置又拉低了一层 结果导致尊贵的万物之灵 陡然跌落为猿猴的徒子徒孙 说起来 他其实还是很抬举人类的 因为按照逝者生存的理念推想 人类仍可自视为是适应性最佳 生存能力最强的制高物种 然而这只能算是被贬折之后的一丝抚慰 因而他还是不免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人身攻击 自称是他的斗犬的贺旭黎 为了捍卫他的学说 不堪忍辱负重到处宣讲 他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 书名就叫《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足见贺旭黎甚至达尔文学说的思想分量之所在 此后达尔文的进化论 逐渐成为弥漫全球的现代思潮和哲理观念 以至于还起到了某种鼓舞人类上进心 和刺激人间竞争力的特殊作用 到了这一步 人类皆以傲视天下的东西已经所剩无几了 倘若还要孤方自赏 细夹搜罗之余 大约也就只有精神或理性这样一脉 虚气尚能放射出积蓄灰光 然而不幸得很 此刻偏偏又冒出了一个怪节 他原本不过是一介精神病医生 鉴于既往的精神病治疗方法 譬如电疗和紧身医等等 简直无异于摧残人性 他实在有些看不下去 于是决定下功夫 研究精神的基本决定要素 不料 这个动作居然把人类的最后一块宝贝也摔得粉碎 他发现 人类高尚的精神存在 其实受累于生物禀赋中最原始最低级的性压抑的扰动 他可能转化为某种潜意识层面的紊乱 然后从那里发起对精神活动最有利的支配 人从此与古埃及金字塔前尸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一样 虽有一颗貌似理性的硕大头脑 其精神状态却完全受制于动物般的血肉之躯 他就是创造了精神分析法的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福士的学说 照例属于纯专业范畴 他后来广泛波及到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 其原因还是由于 他给人类的自然位置造成了又一次严重的下挫 那么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是不是就此便可以宣告彻底摆正了呢 不可以 非但不可以 差得还很远类 就拿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吧 他的自然选择假说固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他由此得出的物种进化过程 导致生物适应性和生存效能递增的结论 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按照他的理论 越进化的物种 适应性越强 生存力度相应也就越高 但实际的情形却恰恰相反 纵观整个生物史 诞生于38亿年前的原始单细胞生物 迄今仍然是生存力度最强 质量分布最广的生命形态 再看 从原生细胞演变出原核细胞 多细胞融合体乃至低等生物门类 如多孔动物 枪肠动物和扁形动物等 时间依次逐步加快 乃至发展到临近于基索动物的阶段 新物种的地变延伸速度 已呈现为某种爆炸式的突现状态了 这就是发生在五亿七千万年前的那个著名的韩武纪显生时代 此后 各个物种的新生和衰亡像走马灯一样闪烁不定 来去匆匆 令人眼花缭乱 而且越迟到的物种 登场亮相的姿态越离谱 趋于灭绝的速度也越高 例如 作为卵生爬行动物之代表的恐龙 称霸地球尚可持续一亿八千万年左右 然而它的后继子孙哺乳动物 延生至今才不过七千万年至九千万年 却已普遍陷入死灭境地 尤其不妙的是 生物进化的绝代佳品 即我们人类 问世以来至多不超过三百万年或五百万年 现在已经明显表露出衰竭前的过剩微象 并且这个微象还是在不足五十万年 用火或者不足五千年 用文字甚至不足五百年 用科学的文明化以后才骤然降临的 也就是说 在亿万年来已遭灭绝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生物品系里 欲进化的物种淘汰几率愈高 绝种速度愈快 以及生存力度愈低 何以是强者消亡 弱者长存 即是说 在物净天则 试者生存的表观现象后面 实际上暗藏着一个 自然选择偏偏要把 最不适于生存的弱化产物层层推出的单向规定 印度师圣泰戈尔说 我们把世界看错了 反说世界欺骗了我们 是伟大的达尔文错了 还是世界在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之外 另有一番规律呢 情况之遭还不止于此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喊出征服自然的豪言壮语者 似乎唯有我们人类 可实际上 真正做到征服自然的 却恰恰是那些被我们视为 无能之辈的原始生物 要知道 在地球形成之初 包裹着地球的 本来是还原型大气层 其中的含氧量不足0.1% 硬是那些低级的艳氧性生物 比如原始单细胞蓝绿藻 或渺小的珊瑚虫之类 以及后来登陆的低等植物们 经过亿万年的努力 才把我们这些高等生物 赖以生存的大气圈 改造成现今的氧化性气态 其变动幅度高达210倍以上 并制备出一切陆生生物 不可或缺的臭氧层 不仅如此 就连我们脚下的地质形态 也已被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 改造过了 譬如中国的桂林山水 就是珊瑚虫们 世世代代吸收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 使之转化为 它们的骨质沉积而成的 以后经过常年累月的 雨水冲刷 才形成现在那样 典型的卡斯特地貌 看来 看当征服自然之英雄者 为原始低等生物魔术 只有它们才称得上是 翻天覆地的盖世豪杰 反过来 再看我们人类 不仅创造力有限 连最起码的生存奈受力 也薄弱的可怜 例如原始大气中 二氧化碳的含量 大约是现在的二十万倍 低等生物们 正是在这样的 恶劣的环境中 创生出了我们这些 不消的高等万倍 可时至今日 我们才把大气中 二氧化碳的含量 以污染的方式 增加了不足一倍 大家就已经乱作一团 不知所措了 至于弗洛伊德 有关精神成因的理论 更是肤浅的浪花之谈 许致精神海洋的深度 远不是可以从 生物的性分裂 这样一个表浅层面 探讨清楚的 尽管生物进化的 原始生理要素 的确对精神活动 造成了一定的基层影响 实际上 高等生物的精神感知能力 导源于无机物质的 理化感应属性 并深深地受到 这种原始感应属性的 基础性规定 正如我们的感官系统 和神经系统 完全受制于细胞层面的 电磁感应作用一样 这个话题说起来 有些复杂 与此暂且从略不谈 但读者至少应该明白 精神现象的自然深度 及其运作机制 远非既往的理论 可以扩清 而且更重要的是 精神属性在自然进化中的 代偿增益效应 非但不能提高感应载体的 存在度或生存度 反而可能是该载体 失存度的直接指标 也就是说 我们寄望于自身理性程度的 高涨或科技能力的进步 来提升我们的生存效价 可能是一种南辕北辙的努力 弄不好 它倒是我们自己找死的 最佳途径 或者说 是自然物眼进程 借助于我们的不断努力 来使之得以最终贯彻的 必然方式而已 总之 我只想提醒人们 或警告人类 这个世界延伸于某种 地弱带长的自然机制 或宇宙进程 即 愈晚近 愈高级的物存形态 其存在效价愈低 生存力度愈弱 尽管它们反而呈现出 属性带长愈风 自为能力愈强的表现倾向 换言之 过去关于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 之种种理论 可能全都误导了我们 我们虽然处于宇宙进化的巅峰 但恰恰是这个峰顶 最容易崩塌 即我们的生存形式 实际上处于万物之下 而不是万物之上 我们只不过是宇宙物眼进程的 最后 也是最弱的承载者 我们之所以必须边问边活 乃是由于我们已经发展到 自然演运的制弱阶段 我们之所以显得知识丰厚 乃是由于我们不得不接触于 属性进化来维系弱存 有学生曾经问我 既然你自己承认你的学说 照例不会是真理 你凭什么确定人类的处境 一定会不妙 我只能回答说 凭人类的认知倾向 其人类关于自身 在自然界位置的理论 既然一直倾向于下坠 那么纵然有一条 我的学说被证伪 下一个理论 也一定要比我的学说 更为不堪 何况 我们人类眼下的 总体生存危机 难道还不足以 隐为此一理论的 确靠依据吗 我的学说 其实不过是为这种现实情境 提供一个基础理论罢了 帕斯卡尔曾经说 人是一颗会思想的芦苇 语气中带着对人类智慧的自豪 和对人类柔弱的悲叹 殊不知 人类的智慧 正是人类柔弱的相关产物 人类之所以比芦苇智慧 乃是由于人类 要比芦苇柔弱的多 芦苇已经繁衍了上亿年的光景 人类的生存技术 只怕连它的十分之一也达不到 如果我们不肯为自身的 柔弱骄傲 那么我们最好也不要 为自身的智慧欢呼 因为正是在那个 柔弱与智慧之间 存在着一种天定的反比线性函数关系 20世纪70年代 一群著名科学家 以罗马俱乐部的名义 发表了一个叫做 增长的极限的预测报告 明确发出资源行将浩劫的警告 并建议人类共同采取 所谓零增长的经济策略 姑且不谈这个建议 目前是否可行 仅是那项报告的内容 就一措到底 须知问题根本不在于 外部环境的自然资源 是否会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 被用光 而在于 人类本身的自然生机 是否会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 被抽空 也许 我们的人性进化历程 正是自然物演历程 趋于地牢天荒的某种内在标示 文明的辉煌 正是宇宙造化之灵 最后的回光返照 这灵慧与文明 恰好就是把我们引向 寓意柔弱化的诺亚方舟 你以为这是一条拯救溺水的打捞船 何曾想到它的航向 正要将你带入远比水深火热 更科酷的地狱之门 因此 依我看 人类的智化生存 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盲存的状态 它的智慧 仅够用于蒙蔽自己 或者说 能够用于蒙蔽自己的自强状态 尽管我承认 我找不到任何转折变通的路径 但至少我也明白 并希望人类也随之明白 智慧的本性 以及智慧的发扬 绝不是我们的守护神 它倒更像是为福士德寻求满足的 那位可爱的魔鬼 弥菲斯特 问题在于 你如何才能摆脱这个魔鬼的纠缠呢 或者换一个更现实的问法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与这个 无法摆脱的魔鬼周旋呢 这可是一个全体人类 迟早必须直面的 存亡攸关的大问题呀 正经历的这场灾难 引起了很多人的思考 作为个人 我们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更明白人生真实的需要 作为人类 我们在受到自然无情反扑的时候 才意识到自己的狂妄自大 懂得什么叫做敬畏 所谓人类的智慧 在自然的规则里 究竟要走向何方 又能走多远呢 感谢你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 说说你的观点 我是超语 明天见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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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